好 我今天要彈一把 我以前很少接觸的 尼隆弦吉他 而且是一把比較貴的 你看這個很漂亮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洞 比如說你在吃麵包 忽然要彈琴 就把麵包往上一插 繼續彈 用它彈唱 我想晚一點再來 我一定會用它 拍很多首歌的 我相信 現在我先講一下 這裡面的旋鈕的功能 第一排是低中高頻 這個是很多實音器上都看得到的 有兩個講究 第一個講究是 你的起點要在中點 中間點 就是12點鐘方向 不要從這裡開始 也不要把它開到最慢 這樣是不對的 從中間開始 然後來開始去找感覺 比如說你覺得低頻不夠 你就把低頻加一點 低頻變多了 或者你覺得低頻夠了 你把高頻加一點 變得比較尖 但這個不是很明顯 因為尼龍弦它本來就比較溫暖 比較溫軟 好 比較重要的是 MEDLE 就是低頻高頻 中間那個叫做中頻 MEDLE MEDLE有個特點 就是你把它調到很低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 比較圓聲的感覺 反之你把它調到最高的時候 會有一種 墊墊墊的感覺 發現了嗎 好 那這個沒有所謂的對錯 每個人的品味不一樣 像我一直以來 這幾十年 我都喜歡 比較墊位的感覺 但是我最近常常被批評 所以我就開始努力 學習就是把中頻調低一點 讓它比較圓聲 就比較美 好 說到原聲 還有一個 我先把它調回中頻 我們都從中間點開始 說到原聲 還有一個旋鈕在它的下方的中間 叫做 Mic Blender Mic就是麥克風的意思 Blender就是 像那個果汁機叫Blender 就是它 有這個攪拌跟混在一起的意思 就說你這個麥克風 要 多大 我現在是全關了 我一般來說都是全關了 因為麥克風打開之後 你就會收到另外一種聲音 你看 我現在慢慢打開 我現在這個東摸西摸的聲音都熟得到 因為我把它打開了 它聲音就會變得 比較 比較像真實世界的聲音 就是說它裡面有一個小小的麥克風 可以收到這個聲音 那如果你把它全關了以後 聲音就會很乾淨 因為那個麥克風關掉 它是從這個裡面下面有一個 壓電條在收音 那裝這個實音器非常麻煩 你要拿個東西 鑽鑽鑽鑽 然後這裡要鑽鑽鑽 然後有一根線從裡面穿出來 搞半天 我這輩子好像做這個事情 好像有五六次了吧 一半以上的機率都是失敗的 都不滿意 所以 這種事情還是要找專業 不要自己來 當然如果你太無聊 跟我一樣 那你就自己來 好 這是這幾個按鈕的功能 喔對 它有一個叫做Face Face這個有一點重要 就是說 它會造成一些音色的 反向的一些差異 但是我要老實說 我的耳朵聽不出來 按 按 好 這時候如果你叫我蒙著眼睛 問我按了沒 我是打不出來 我只能用亂猜的 就像我以前 開餐廳 我的廚師都拿試菜 拿各種菜 然後很棒的橄欖油 很貴的跟比較便宜的 然後讓我一個一個試 然後問我很緊張 問我說叔叔哪個好 我的回答都非常緊張 因為我通常會打錯 因為我吃起來全都一樣 那我只能說 第二個好 然後廚師就用一種 很哀怨的眼神看著我 因為第一個很貴 第二個很便宜 好 所以後來我都不找他們 我就叫他們不要找我試菜 每次要試我就說 我幫你聯繫一些 嘴巴可能比較挑的客人 讓你去找他們 找我的話 沒用 好這個視頻先這樣 我們晚一點用它來繼續拍影片 謝謝